而战争把仇恨暴力极大化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97天了 欧盟这时候终于决定 要对俄罗斯进行第六轮制裁 他要锁定俄罗斯的经济命脉能源 整个欧盟决定在今年年底前 对俄罗斯进口的石油要砍掉90% 然后把俄国最大的银行 排除在Swift国际支付系统之外 法国的新任外长为了表示 支持乌克兰 周一已经到了基附访问 他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承诺法国会持续援助 同一天一名法国记者 在乌克兰东部死于炮击之下 成为俄乌战争中 最新牺牲的新闻工作者 终于谈妥了 欧盟27个成员国原则上点头同意 在年底前减少90%的俄罗斯进口石油 成功化解匈牙利抗拒 将祭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 最严厉制裁 三个月来 欧盟已对俄罗斯祭出五轮制裁 锁定包括俄罗斯总统普钦和政府高官在内 以前多人以及寡头富豪银行和煤炭产业等 但五月四号就宣布的第六轮制裁 应担忧石油供应缺口协议陷入卡关 匈牙利超过60%石油来自俄罗斯 且仰赖苏联时代旧有的德鲁日巴 即所谓友谊输油管道 因此坚持必须先解决能源供应问题 欧盟迟迟迟未能化解僵局 引发挺污人士抗议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欧盟峰会前 也批评欧洲领袖对莫斯科太过软弱 在各方压力下 欧盟退一步 把所有期限拉到年底 终于达成协议 禁令也排除南部输油管 剩下的10%可暂时免于禁运 让内陆连接输油管的匈牙利 斯洛伐克和捷克 因油源无法轻易替代 仍可输入俄罗斯石油 另外第六轮制裁 也将把俄罗斯最大银行 联邦储蓄银行 从Swift国际支付系统中剔除 同时再进三家俄罗斯国营媒体 欧盟领袖也同意 提供乌克兰90亿欧元 相当台币2800亿的贷款援助 让乌克兰政府得以持续运转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则明言 不会送长城火箭系统到乌克兰 目前俄乌双方正在北顿内刺客近交激战 这是乌军在具战略意义的 卢干斯克州最后一个城市 目前俄军已控制约三分之一 至于完全落入俄军手中的 东南部城市马里乌坡尔 现在居民开始慢慢找回生活日常 在街头临时市场交换食物和衣服 或用发电机为电子产品充电 空荡荡的巴士站则挂着巨幅荧幕 播放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节目 部分居民则领取外面印着 支持俄军入侵的Z符号的日常用品盒 显示俄罗斯正一步步把这个港口城市收编 一艘载着钢材的亲俄货船 也将从马里乌坡尔开往俄罗斯 乌克兰指控俄方形同抢劫 30号法国新任外长科隆纳 则访问基辅 表示将继续援助乌克兰 不过同一天 法国BFM电视台一名32岁记者 在北顿内刺客附近 搭乘平民撤退的车辆 却遭抛击死亡 法国外长直指这是犯罪 要求尽快进行调查 这也是问综合报道